这个是异生菌的蛋 我们还不见得吃异生菌 可是这个鸭是吃异生菌的蛋 然后老鸭把它熬成这样的一个 这个鸭底筋 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汤头 彰化县政府行销彰化优先产品 5月8、9、2日 在台北新光摩天大楼前广场 新光小农事集 举办宠爱妈咪花样献礼 彰化县母亲节联合行销农产展授活动 向北台湾民众宣传彰化 美味健康优质的农产品 特别是现在刚好是茉莉花季开始了 我们花坛的茉莉花 现在把它整个的包装 以及整个的产品 我们让它更加的提升 那可以来走国际化的部分 那我们呢在地有非常多好的 包括我们飓风葡萄 那大概在全台湾两颗里面 就有一颗葡萄来自于彰化 包括我们的这个鸭蛋 我们的鸡蛋 也都是在全国里面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在这边有很多很棒的农特产品 欢迎我们的乡亲 能够多来采购我们彰化优先的一个 这个优质的农特产品 来孝敬我们的妈妈 我们现场带领所有我们彰化线 需要有满满的爱 让母亲可以体会到 我们对她辛苦的奉献是很有感觉 彰化青农及农会所贩售的农特产品 都是产地直送 新鲜有保障 包括彰化线农会温室栽培的卤笋 花坛香农会的茉莉花茶新品 福华畜牧场的益生菌鸭蛋等十二个摊位 吸引大批民众前往抢购 我们的王现场这个也是真的蛮聪明的 上一次是配合这个教书节 这一次是配合这个母亲节 那这顺便庆祝以外 也能够利用这个佳节 让这个所有的台北市的 这个彰化相亲跟市民 能够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彰化的农产品 彰化县政府还有我们农会 能够协助推动 我们对于这个在地青龙的一个辅导 能够把这个在地 那个经营非常好的一些青龙 能够带到这个消费地台北这个精华区来 能够让我们彰化好的农产品 能够销售的出去 能够推广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彰化县长王惠美向全国民众宣传 彰化优先农特产品以及花卉 并邀请大家有空到彰化走走 时当季品在地油彰化 公益频道林俊明台北采访报道